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21日 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的財赤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將會說到香港的財赤情況嚴重 為甚麼呢 因為近期大家知道 施政報告又說很多基建又起鐵路 結果究竟財赤情況如何 既然礦仔說如果你是派錢派財赤問題就不大 但若然原來是用於基建之上是否值得深思和各位一起討論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網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施政報告 赤字恐怕會爆飆 基建又涉及天價開支 香港大幅舉債無可避免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特首李嘉超 在星期三10月19日公布上任過後首份施政報告 當中提到多項基建和房屋政策 包括簡約公屋 交易州人工島 三條主要降渡 和三條策略的鐵路等等 雖然未知項目成本實際數字 但對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帶來一定壓力 學者認為本港政府財政儲備仍然充足 赤字問題並未令人擔心 又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公私營合營的方式 發展大型基建項目 在融資等方面更具彈性 政府無需一次過消耗大量的儲備 話說上個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上發刑警 估計香港政府2022至23年度的情況會錄得超過1000億的赤字 遠高於今年年初預算案所估算的563億元 並預計政府財政儲備或進一步降至8000億元的邊緣 預算赤字較預期高主要是政府收入不遲預期 陳茂波提到今年疫情打擊經濟的同時 環球央行大力收緊貨幣政策 嚴重削弱了外圍的經濟動力 亦影響了本地的經濟狀況 在出口、私人消費及固定投資都比預期差 經營環境困難的情況下 今個財政年度的利得稅及身奉稅的稅收 將會較年初的時間估算為低 至於印花稅、地價、投資收入方面 就更加受到市況影響 陳茂波說今年4月至8月 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1170億元 較去年同期少了26% 而今年頭4個月的住宅樓宇成交量亦減少了37% 股票及樓市疲約或令今年的印花稅收入比預期少 約莫三分之一 在2020至2021財政年度 印花稅佔政府達到15.8% 是第二大收入來源 另外在收入減少的同時 開支顯著增加 單繼今年市政報告提到的內容 進一步開展明日大嶼交以洲人工島發展計劃之外 亦提出未來五年 此前興建三萬火簡約公屋 又建議興建三條主要鋼道及三條策略鐵路 拉動未來發展網 六項重點運輸基建項目包括 拔刀公路、沙田繞道、將軍澳渡游堂隧道 港深西部鐵路、中鐵線及將軍澳線的南延線 雖然計劃仍然是初步研究中 港府亦沒有提供有關基建的預計開支 參考2016年動工的將軍澳渡南延隧道 核准工程預算是151億元 可以見到主要鋼道的建設成本不非 至於鐵路項目方面 近年落成的五條鐵路造價參差不一 南港島線港東段會公里成本22.8億元 而港島線西延會公里成本達到61億元 難以作參考 以上是截錄於HK01的最新報道 施政報告過後有機會大幅財赤 財赤的重點在於我們今次的施政報告 有很多鋼道、鐵路、雄心壯之地 就要發展藍圖 礦仔以往都有審議過相關的基建在財委會 即使在港島、隧道等造價都不非 可能會過百億 未來可能有價錢再加一些 其實隨著現在施政報告提出的項目 接著會怎樣呢 按道理就應該有一些可行性研究 只是可行性研究或前期研究的錢 都會用幾億 即是只做研究都會用幾億 通常這件事會拿上財委會審議過了 叫做洗濕了頭 回不了頭 為甚麼呢 因為到時你用了幾億去做了可行性研究 難道到時說不行嗎 結果你就浪費了幾億 結果現在的情況就說 有一個數據顯示 今年的財車一來就經濟、疫情打擊、其次基建特別多 另變相大家最為關注派堂、派錢方面沒有著物 除了醫療勸家五夠水之外 好像沒甚麼料 根據AM730的最新報道 說到施政報告2022的民眾滿意程度是51.1平均分 香港文言就說是歷屆特首當中最低分的首份施政報告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查顯示 3乘4受訪者滿意行政長官李嘉超第一份施政報告 平均分是51.1 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的34.2明顯大升 但若然用首份施政報告來計算是歷屆當中最低 李嘉超昨天10月19日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 民言日前就以隨機抽樣的電話和透過香港民言意見群組裡的 香港市民代表群組成功訪問了745位香港居民 結果顯示3乘4受訪者滿意施政報告 3乘1不滿意 滿意正值是3個百分點 是2017年後首次出現正數的滿意率 香港民言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講李嘉超這份施政報告分數 較上一份林鄭月娥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上升了分數 但以歷屆特首首份施政報告來說 就是第一份最低分的施政報告 原因當然是你拿去跟林鄭拼一拼 加上那個情況當然是會提升的 但因為對基層市民的著墨 老實說這份施政報告真的不是特別多 各界希望派堂復償時間表路線圖完全沒有交代 結果這個施政報告的評分多高 問問各位可能會更加清楚 另外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運毒車青衣藍橋預路障 司機急扔冰毒落橋 想著滅症 警方在橋下撿回 人裝並獲感化 報道的內文提到 警方在今日10月20日晚上 在青衣藍橋接獲一輛華爾毒品快餐車 男司機預查即刻將一包華爾的毒品扔落橋 警方經調查過後在橋底和車上檢獲懷疑冰毒 並拘捕涉案的男司機 最近的治安又粒粒聯 除了追斬案之外 又有些混毒販毒案等等 最重要是保護好家裏自己的人身安全 財物安全 近期的包涉案 打劫案 感覺上是不斷增加當中的 令賓信 令賓信 亦同各位網友轉體零一則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三棟強檢大廈突然之間遭到突擊巡查 揭發近100人違反強制檢測令 報導的內文提到 政府每天繼續做強制檢測公告 汪仔、嘉惠軒、南田、康日苑、康年閣、馬鞍山、銀湖、天鋒6座 在上星期五、12、14日被納入公告過後 日前的支流組當局突擊巡查 發現有95人未有遵從檢測公告 當中有64人被罰1萬元 亦在說副房進漲64萬元 提醒各位網友記強制檢測公告繼續進行當中 未取消 並且若然你說早一個星期立入強制檢測公告 以為過了一個星期沒問題 誰知突擊巡查可能過了一個星期才來 所以各位老友記多加小心 免得無辜給人罰錢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